OK,好 各位,多謝大家來到現場 陪同我的是我的代表律師 David Vann,范律師 今天有幾點跟大家交代 首先,我在19號 離開了警署 暫時沒有被控告 亦是獲准保釋 第二,我聘請了資深大律師 獲得的法律意見 是基於事情調查當中 我不會就案情相關的任何方面 進行評論 無論是公開 或者是私底下 本人都不會作任何的回應 第三 位於中環的辦公室 已經在前日 終止了租約 所有的業務 也都已經終止了 第四 我知道很多人在這件事上 都十分之苦怒 我甚至乎 有很多的苦怒 我想在這裏跟大家說 我選擇 極樂觀地去面對 因為正如我偶像 邱吉爾所說 I'm an optimist It does not seem too much use being anything else 意思即是說 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做其他類型的人 沒有用 我希望 大家都可以一樣 第五 我有很多事想做 想幫 但是目前 基於事件 仍然在刑事調查中 本人有很多事情 都不可以做 到我有一天 被還得清白之身 我承諾 一定會盡力 在我的能力範圍內 法律容許下 協助受影響的人士 最後想說 未來 我會盡力 協助相關的 執法機構 直到事件 水落石出 現在 最能夠幫助受害者的 亦都是這樣 以得到解決 盡快 可以將 幕後的人士 成之於法 以上是我想說的內容 以下 開放給各位提問 當然在開始提問之前 我還是要重複那句 基於我所得到的法律意見 我不會就任何 和案情相關的事情 是進行任何回應的 但是你們可以 問你們想問的 想問一下 警方之前開設會 有網紅 知道事件是騙局底下 仍然有使 受害人去投資 聲稱自己都有份投資 想問一下你自己 其實知不知道 JPAC這件事是騙局來的 這個都是屬於案件調查範圍裏 裏面 我都不能夠回答 那你是不是JPAC的合夥人 當初如果知道 他都是 問題的 為什麼你都仍然幫忙宣傳 這個都屬於案情範圍之內 我不能夠回答 你和其他協助調查的人 認識不認識 都是屬於案情的範圍之內 這兩天你睡得好嗎 這兩天你睡得好嗎 這兩天 我是睡得好的 Do you think you are liable to the victims who suffer loss and as you have promoted fraud I have no comment on that as it is part of the case And have you faced any threats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ai scalar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solated 感谢观看 在获得清白之身之后 尽力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法律容许下可以协助的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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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感谢观看 在这些情况下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最好的 到底是什么帮助呢 我清白的证明 你说会提供一些帮助 那些帮助是什么呢 更具体的 我都想说 但是这一刻 我得到的法律意见下 是不能够去说 所以 相关的 都在这一刻 不能够说 可以说一下 这次你保释出的保释条件 是怎么样 我在这里 补充多一句 我绝对是在审慎 研究过 我可行可以说的事情的情况之下 才作出以上的回应 我并不是在选择一个 纯粹是 自己的感觉 来看出回应 我是获得 丰富的法律建议下 才作出回应 刚才你说的保释条件 那些如果 看到的 应该 资讯是由警方发出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核实 我自己就 不方便去特别 再重复 这些条件 之前有个报道说 你说 2900元 就是你买了一层楼出来 就是投资 那说是虚择的 就是这样会 我对不起 我听不出 之前有个报道说 你说 你买了一层楼 有2900元 就是 就是6万 没有 没有 你这个指控我 直接没有听过 没有 没有见过我 讲过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叉烧饭 叉烧饭 叉烧饭是大家都见到的 还有动领茶 我见到有广泛的报道 是由和田玉美小姐买给我的 我绝对是承认的 最主要是 是的 很懂的 怎么走后门 在警署的期间 是很配合 警方的所有调查 和不同的要求 是的 有什么安排 那些 都是全力配合 就是这样 警察叫你 警察叫你 任何细节 我都不会讲的 不过就 不关案情事 不关的 不关的 但绝对关警民合作 这上面 就是我是 合作 而我也都 认为在 这个警署的期间 是一切都正常 这些事件 也都占捷了 部分我想这些 我都不会去回应 怎么看 要是网友说你归宿 网友说你保释那一天 酒后门是归宿的 不能 你觉得呢 我只会说 我纯粹是在 警署的期间 去的調查和要求 我覺得在那個環境裡面應該是謹慎的 應該是配合的 純粹是這樣的 安排你後門走 你要求你後門走嗎? I'll come back to you 安排你後門走 你要求你後門走? 細節這些我就不特別回應 細節我不會特別回應 果浪風水師批中了你會有官票 你會找他化解一下 哪位? 果浪 果浪 一個坎魚學家 之前你好像也有回應過他批你這件事 這一刻我真的不記得 不過他批中 你給我看一看 合眼圓我願意多問兩句 有點像阿波 是嗎? 好事還是不好事? 喂 玲玲姐說你那個死字樓的風水極差 說你那個風能 那個指哪個? 他這樣說會不會得罪業主呢? 我不想 畢竟我剛剛終結了我的義務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這個又入獄 這個也不是我的意見 我沒有說過 是你認為你會不被罪負責任嗎? 或是你會不被罪責任嗎? 你會否決定自己在任何任務 任何任務 在這件事上你損失了 未來有甚麼方向去做? 數字上的事我就不特別回應 大家所知道的 租約已經是提早終結了 現在我也是面對這樣的調查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見得到 絕對不是一件小事 也都平時可能是比較 我現在也是十分之厭熟 那你究竟是投資的問題 我不希望在這裏 給到其他人感覺我的產生狀況是怎樣 我知道現在有很多人很苦惱 我自己是都苦惱的 跟平時我覺得 不如熱來凍皮筒也好 這一刻我也是非常煩惱 有很多的事情而發 可以分享一下 有些甚麼感覺 和當時你是在想些甚麼呢? 是一個思考人生的好事 有些經歷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的 有聽到其他被居留人士分享以前 在監獄的經歷 我只可以告訴我 我還想像中是有趣的 但我還沒進去 所以我不知道 你現在說你會完全貼心 擔任所侮辯的 作為人身體 所以你現在知道 你應認識的 和其他人的分別 和其他人知 我會做 我會做 如果我可以 我會做 用法 使用法 去 幫忙 但 其他的 那 我從來 我質疑 是 是 完全 的 within the party of the case and therefore I can't call 你保釋之後是不是曾經跟客戶說 報警沒有用 因為JPAS的網站在運作 你就說現在報警都 長期間不大 是不是曾經有這段錄音在說 保釋之後 我是在法律建議下 這個位置是不可以再回應的 雖然我很想回應 但這個位置我不可以回應 但這個是你保釋之後 你講出來的 是不是也都有沒有法律的問題 你都講了報警 第一 我不會評論這件事 第二 我絕對不會承認 又有這樣的情況 你們有一些問題 未必是基於事實 我不知道 不過我都一律是不作回應 因為到案情的話 我都是會說 我會或者私下回應 我如何去看 過去的事情 發生的事情 我只可以說 現在發生了 就要勇於面對 就要盡自己所能去解決 我是絕對有承擔 虛擬資產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只可以說的是在這方面的 法律上的規管和進展發展得很快 這一刻我不可以說我是有一個全面的看法 但是可以說的是我都觀察 我相信未來會多個看法 但是是發展得很快的一個法律領域 我媽媽非常擔心 在傳統家長的角度 現在的情況已經是非常嚴重 因為不是每一個華人都熟悉無罪假定的 所以她是非常擔憂 擔不擔心你人身安全 因為可能有些客戶透過你 可能有些損失 其實會不會說可能都會牽涉到一些 激進一些的可能報復 那你自己擔不擔心 有些人不喜歡我 有些人討厭我 真的不是第一天的事 我只是希望有更多人看到 今時今刻的我是一個 我真的誠懇出來肯面對大家 有擔當的一個 我覺得我們應該交給 一個法律制度 去 去 去 希望可以還到我清白 其實未來你還會不會參與 任何關於虛擁資產的一些投資 或者會不會都會繼續鼓勵 這刻我是終止了我的業務的 那我的店的租約也都是我 即時是終止了的 那現在呢我是沒有做任何 這方面的業務的 至於將來是怎樣呢 各位 我們面對了今天 每一天 每天 每天去好好的過了 先 我們再講 接下來是怎樣 其實警方是否有足夠的證據 才會帶你回復查 這個我完全沒有辦法評論 這個不涉及到安程 去年7月SFC已經將GPAC被譽約了這個可疑令 你當時知不知道 或者你被拘捕之前知不知道 這個完全涉及到安程 這個沒有辦法作出任何回應 那這次這件事發生之後 會不會將你安若和予備的關係 轉一步 即是拉近 即一起講一掌笑去擔心你 現在拉得太近 以我理解他兩個的對話是多過我很多 通常電話都是他們兩個打給對方 我都很擔心這件事 媽媽有沒有財政上需要幫你 她是否主動提出借錢 或者給你零用錢 很多網民一直都說我正直是兒子 我只有一個媽媽 媽媽只有我一個兒子 她怎麼都會支持我的 但是我希望可以 不用令到他這麼擔憂 這件事怎樣都要我自己面對 林先生 你出來希望很誠懇地交代 案情的事情你完全沒有說 很多問題你都說 又是哲學問題 又是人生問題 你之前做的很多職業 都最後都 可能告終都是比較特別 你覺得 未來大眾怎麼還相信你 或者你做什麼業務 大眾會相信你 或者大眾其實為什麼還要相信你 有兩樣東西 是我的觀察 在這兩天 我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 第一樣東西是 我想我人生 去到現在33歲 過去這48小時 是收到過最多最多的祝福和支持的 資訊和信息 來自於朋友 同事 前同事 和眾多的網民 很感動 沒有想過這麼感動 另外 不少網民都 在網上你知道 有討論這件事 當然有很多的 hater 是落井下石 食足這麼多年花生 不斷地失敗 但是 所以 看大家怎麼看 但是我自己個人就 很感動 因為 我說真的 有機會 我不會直接再回應他 就像我剛才的聲明那樣說 但是我 我十分之願意 是將他們的打氣說話 擺出來 當然 又會有些 hater說 你自己找打手寫 自己放出來 但是 我都是想做個紀錄 還有 收到他們的祝福 當你簽了 你的公司 合約 合約 兩年 所以 你覺得 這件事可以 兩年 或長時間 比那些 我認為 這件事 是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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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没有想到,所以没有,没有,我没有想到,我做了我的努力, 我做了我的努力,所以没有,我做了我的努力,我做了我的努力, 你會考慮,你會考慮,你會考慮 OK,3 more 多3條問題就差不多了 OK,OK When you say you were shocked, do you refer to the speed of the enforcement action? Or do you mean the speed of the fallout of this level? Simply what happened,really I mean I'm just shocked by what's been happening in my recent life,that's all I mean my shock is in fact larger than this Because Terrible I think When you're not fixing to do that I mean I don't think What I mean Oh 有請陳議員出來做事 謝謝 公開的事實形容一次給大家 我今年在頭半年是最深於本人的保險事務 保險的事業 6月的時候我離職了之前的公司 在這個地方做過一次的記者會 現場有很多人都來過 那次大家已經覺得是十分之嚴重的 但是在短短三個月時間內 低處未見 事件 人生總有跌跌伏伏的 但是這麼短時間 中間再加上做過一次大型的眼部手術 至今我的視力都未恢復 再拔四隻智慧池 那種痛苦實在是 我只可以說這三四個月 我自己都好不好過 過的那一刻 在九月 我們才租了這個中環的辦公室 公開資料 大家亦都是有很多這裡的 你們有來到我的九月九號正式開幕的儀式 今天是九月二十號 二十二號 短短兩個星期不夠 就發生了這麼多事 我想大家如果嘗試待入 你都可以想像到我的人生在最近 是多麼不容易 我覺得發生什麼事都應該選擇去積極面對 因為你選擇其他方式 更加沒用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是這樣去活動大家的人生 好 多謝大家 這個暫時我們不用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